基本上大概架构应该我想不困难嘛 就是Fall回圈 然后一辅这个逻辑 如果是的话就帮我把 这边的资料 把它抠到这边来 一个挪过一个坑的抠过来 OK 但是 当然最好的 最后其实还可以多加一行 不过这一行 加不加好像影响不大 可是如果加会更好 叫Exit Exit就离开了 离开这个回圈 ExitFall 这个地方的话当然不加好像也不会影响 不过加的话 感觉会比较完整一点 那这个什么叫ExitFall 意思说因为我已经找到了 而且不会有第二笔 如果只会有一笔的话 只会有一个001 不会有第二个的话 那你就不用再找了嘛 你找到了你还会再找吗 你找第一个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他001找到了 扣完咯 他还会继续往下找 002一直找到008 才结束哦 因为这个回圈是 反正你跟他讲到哪里 他就 他就会从头跑到尾就对了 除非呢 你跟他讲说 哦 你跑到这里就不用再跑了 你找到了 对不对 你找到了就不要再往下走 往下 那太浪费时间了 OK 当然以这一题来看 是看不出差异的 因为资料量太少 可是如果将来资料量多的话 那就有差了 对不对 你找找到了 你还继续往下走 那都浪费时间 OK 所以特别只要一日for的意思哦 在这里 这个有点画龙点睛的味道 OK 好 程式真的不多了 我建议这东西 其实尽量就是 理解的 不要用背的 不过刚开始说 你记不起来 还是要把笔记写一下 因为以后 这些都可以把它当范本 反正照着打就好了 不要打错就好了 其实程式一定要100分 所以特别只要写程式 千万还是要注意 我比较不要有那种 就是怎么讲 好像可以 就是有那种 灰色地带那种 那种情况就不要发生就好了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有同学说 老师做完了 做完之后 我要点一下 然后再按查询 是OK 可是我同学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 我把它剪下 按右键点 不要 可不可以让它可以Walk 不过现在是不会Walk 因为我没有按钮 没办法触发 所以我要把触发的这件事情 转换到这个 这个什么呢 当这个储存格 里面资料有变动的时候 那我就触发 查询这个Sub 可是我要怎么做 一 特别说 请你切到VideoBest 怎么样 去检查说 这个工作表 特别说 这个工作表在哪里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工作表指的是什么呢 它刮虎里面会有名称 就是Luba 我是刮虎VBA 所以记得找那个刮虎后面的名称 前面那个不用管它 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上面有一班 请你点选Walksheet Walksheet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特别说是这个工作表 当这个工作表怎么样呢 被SelectionChange 特别说我的程序不是SelectionChange SelectionChange SelectionChange是 选举区改变 我是什么呢 里面的资料 Change就好 所以记得把SelectionChange 改成Change 第一步 你会发现喔 这边有个Sub 这边也有个Sub 所以哪个Sub才对 这个才对 这个不要了 所以记得把这个删掉 OK 那就是 当这一个工作表 被Change的时候 Change的时候呢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表 它理论上只要有 资料变更 它就触发这个程序喔 所以喔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哪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 就是H3 这个储存格 所以 特别注意 请你在这里面 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如果变动的那个是H3的话 那我就呼叫查询 也就是只有H3 可是我要如何知道 是H3变动 它要怎么告诉我 特别注意喔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有个target s range 它意思就是说 它会用那个target 因为你有Change 它会有跟你讲说 target是哪一个的意思 target 所以 如果 target 你把它点一下 它就跟你讲说 变动的那一个 的储存格 target就是那个储存格 或那个范围 的 address address 就是它的位置 如果等于什么呢 h3 的话 所以你后面打一个h3 那我后面的话 记得 它是绝对位置 所以记得前后 一定要加前后 如果呢 被变动的那一个储存格 是h3 的话 then 然后做什么 enter两下 一样打end 那就什么 呼叫 所以call 有没有 前面写过 call 那个什么呢 查询就ok了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程式都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 target address 指的是 我变动的那一个 那试一下 如果你写完之后 其实程式就ok了 那我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不会run 不会动 现在会不会动 h3 003 有了 吴丹阳 004 张宏才 没错 005 刘宏君 刘宏君带过来 那也就是说 以后呢 你只要触发 这个h3的话 他就自动帮你去呼叫 那个什么呢 这个查询 ok 那不过还是有同学问说 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address是h3 其实我之前这样做 我就写 我就中断一下 然后呢 我就这边改 我这边把它run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停在这里吗 有没有 中断点就是意思程式会停在这里 然后就把游标停在上面 诶 有没有发现 target.address 里面出现的 警字号 前的符号 h3 那其实我 利用这样的方式 才知道原来 你变动的 你就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 是 这个 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 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不是看哪一本书 我在想说 到底他要怎么样告诉我 因为刚刚有同学突然问 突然问 我就想说 那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用推敲的 那怎么推敲呢 第一个 我在想说 变动的话一定是哪个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物件在这里 工作表 所以他会跳出一个work sheet 对不对 那work sheet 那我 他预设的那个事件是selection change 我想说 selection change 不是啊 有标不见得一定要在上面 所以不会有selection change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应该是change 所以我改改看 Change 然后就这样的方式写 写完之后发现wrong OK 那就是答案了 说真的这不是我去看坊间的任何一本书 而是怎么 我用理解的 用推敲的 所以写出来答案 所以也许你如果看别的书籍里面 写的答案跟我不一样 你不要觉得惊讶 因为像这种东西 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写法 那只是说 我会倾向就是哪一种写法最简单 OK 也许我有时候发现 他写的比我更简单 也许我下一次就拿他的写法 放到我这个程式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我写来写去 我的程式 理论上应该会比别人的 别的书本里 或者是也许像 现在那个网路影片 蛮红的 你可以比对一下 我的程式应该理论上 会比别人的来个精简 主要原因是因为 每个人写错有一个特色 OK 你们自己以后写一写 也可以写出特色 如果你可以写出特色 表示你真的进入状况 你会越写越 越有成就感 越 只要一天没写程式 就感觉好像魂针不对劲 但是你可能目前还没到这个阶段 不过慢慢的 就跟 感觉就是 你会有不断的一些新的发现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重点 我再提示一下 一把按钮拿掉 二的话记得 从Visual Basic找到 特别是由 你们现在的工作表物件 的哪一个 Walkship的Change 然后在这边写一下就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地方主要就是 如果我不要按按钮 而也能够触发 这个我的查询的那个 Sub的话 那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其实 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 A欄 比如说我假设某一欄 我要用同样的方法 各位可以 其实如果target.address 或者target.column target.column 意思说 我变动的那一欄 是A欄的话 那我也可以去把资料自动带出来 也是可以 所以以后你可以整欄 比如A欄全部做下拉清单 然后呢 你就让它用下拉清单 它会自动带出后面的资料 也就是说以后它就不用key了 甚至你们也可以这样做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 有点像那个 官邻式资料库那个概念 ok 这个衍生的 这个用途其实还蛮广泛的 我是建议我去可以自己多加的尝试 有些东西其实就是 你知道这样可以有某些效果 然后你应该也许在工作上面找 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应用 ok 试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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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